哈喽,大家好,有网友让我找一台,他想看灰腾,大众的灰腾,那么今天呢,我又帮大家去市面找了这么一辆,让大家看看这车它到底怎么样,它到底配不配得上当年一百多万的车价呢,又或者说这车,现在这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上有能买多少钱呢,那我们走着。 大家看到了哈,眼前的这辆灰腾啊,2012款3.0行政版,车呢是十分的漂亮啊,十分的抢眼,其实是放在现在来看哈,这车啊,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哈,真的是不难看,当然啊,这也是个一百多万的车了,大家可能也会说哈,一百多万的车哪有难看的,确实啊,这车确实是不难看的。 是比较的低调啊,你看一二年的宝马七系,或者说是奔驰S级,确实是比这车要抢眼。 但是啊,他们的定位也是不同的啊,灰腾啊,主要定位呢,就是那种低调的奢华。 或许啊,像宝马七系,或者说奔驰的S级呢,更适合于那些出去谈商务,撑眉面的各位大老板们开。 而灰腾呢,则更适合于那些企业家啊,坐在右后座上,指挥着司机来驾驶这辆车。 所以说啊,灰腾的后排,它的空间呢,可能要比奔驰S或者宝马七系,大家从数据上看呢,可能还要在长出那么几英寸来。 灰腾啊,也确实不愧是闷声发达财的那些老板,或者说是企业家们的作家啊, 因为它确实太过低调了,但是低调呢,其实大家仔细看啊,这车它的做工是真的好, 并且它的车漆啊,也和一般车,普通的那些,说便宜点的车呢,车漆也是不一个样的。 就比如说这车啊,它的车漆呢,是叫做钢琴黑,大家也能看出来啊, 它呢,连天上的,就是蓝天上的颜色都能映在它这黑色的车漆上。 在五六年前啊,大家可能也都看得出来,德系车,它的那些豪车,和日系车那些豪车, 它的造型其实是差别比较大的,比方说德系车,像保时捷的帕拉梅拉, 又或者说像这辆灰腾,以及奔驰的S呢,它的外形呢,就比较接近于那些圆润的造型。 然而日系的那些豪车呢,它的造型啊,就比较的有棱角, 就比方说呢,像雷克萨斯的那些车型,或者说呢,像丰田的兰德库鲁泽,就是鹿群哈, 它的外观呢,都比较有带有棱角。 反正呢,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,大家肯定有喜欢的,大家也肯定也有不喜欢的。 下面我再带大家来看看这车,它的内饰哈,内饰呢,主要是以棕色为主啊, 看起来确实是挺豪华,挺漂亮的。 这也对得起它当年百万的这么一个价格了。 后排的空间呢,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啊,确实的挺大啊, 可能盘二郎腿都不是什么多么大的问题了。 距今啊,八年了,这车内饰保养的反正也挺好的, 大家看看真的有几成心吧,反正啊,前人车主我看着应该是配上司机了, 不然的话,不可能车况保养的这么的好。 那这车,它八年的车龄,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呢? 我也帮大家从网上查了查,这车啊,八年的车龄, 到现在啊,大概是在二十万到二十一万左右这么一个价格啊。 也就是说啊,当年一百多万的灰腾, 现入金呢,就只能是以前价格的五分之一了。 那大家感觉这车到底怎么样呢? 又或者说,大家下期还想看什么车呢? 评论区里面留言出来,只要是大家想看的车啊, 我一定帮大家竭尽全力的去找,好不好啊? 那我们下期再见。